怎么拍摆自己体重下来的时候解脂肪了 还是解肌肉了还是解水分了 告诉你你上当了 这句话不成立的 服务为什么解水解脂肪解脂 你总体解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讲你息子老 你的体重解去105 你就比较标准了 比如讲1060 解去105 就是55公斤 你如果是55公斤以下 体重就是比较正常了 如果是50公斤了就很好了 所以讲你不要纠结是解水还解脂肪 告诉你 血的体内不会停留很长时间的 一天就排出去了 所以讲不关于减肥也好 我这平时生活也好 血你喝好了 不会影响到你的体重的 所以讲大家称体重 往往是早晨醒来以后 大小臂以后的体重 没有进食这些的体重 是相对的讲把大臂跟小臂排除了 一个晚上下来 血基本上都排掉了 正常人就这样子的 如果一个晚上血排不掉了 这个是性功能不好的 所以讲大家不要操心 这边是有关心 我打破了 来